为了鼓励涉及在秀林乡符合低收入户身心障碍 担心家庭和优秀学生敦品力学发展专才的内容 秀林乡公署在9月份特别开办相关的学习申请的讲助活动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向秀林乡公署来洽询 为了鼓励香经验的学资们能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努力向上 秀林乡公署每年都会编列预算 特别设立花林县秀林乡优秀学生讲助学金四座要点 秀林乡公署社会课长吕艾美表示 秀林乡优秀学生讲助学金从这个月的9月1号到这个月底的9月30号开始受理申请 也请乡亲参与秀林乡公署网站或是前往公署社会课各村村办公处受理申请 109年秀林乡公署办理我们优秀学生讲助学金已经开始受理了 我们受理的时间是从109年度的9月1号到9月30号截止 那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本所的社会课或者是到各村的村办公处来受理 那各位学生们绝对不要忘记哦 我们这个一定可以去申请的权利 秀林乡公署社会课长吕艾美表示 秀林乡优秀学者讲助学金讲入对象 凡是涉及在秀林乡满三年 其执女就读教育部核准立案的国内国小国中公司立高中子 大专院校以及研究所硕士班博士班 各类在职专班高中子以上以及大专以上的学生 不包含社会大学韩寿班韩学分班 轮調建教班非教育部立案的神学院 研毙学生等等得提出申请 申请学生因就学学籍需要签出本乡 且父母起义或监护人涉及在本乡满三年未签出者 而在申请的时间内需要申请的学生签入本乡的申请 凡是涉及修林乡未满三年 就读小安理小学满一年者就可以提出申请 接着就欢迎学生们啦